倘兴珠宝 百达菲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您准时收听矽谷华人电台 在今晚2012年的9月6号周四的晚间为您准备的广播节目 我是周乐 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流程 我们在上半场要谈一谈股票的前景 请到的嘉宾是东豪理财的负责人张东豪博士 东豪你好 周老你好 在今天的股市是大涨的 道琼斯的指数已经还有标普500的指数 已经创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的收盘点数 看一下道琼斯的方面上涨了244.45 收于13291.93 NASDA的综合指数上涨了66.54 收于3135.81 超过了2% 标普500的指数上涨了28.67 收于1432.11 这个涨幅也是超过了2%以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涨的原因 我们可以综合起来 东豪博士分成四大种 第一个是我们先从欧洲的情况来讲 欧洲的公债好像央行的经理呢 他们又推出来了一个比较令人振奋的消息 对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Mario Draghi 他再一次其实就重申 欧洲中央银行的决心 就是说 其实他这个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欧洲其实基本上 目前来说形势还算是稳定的 就是说 自从中央银行宣布了他的决心 要购买那个西班牙意大利债券以后 基本上属于一个非常平安的状态 那么今天他宣布的 就是说他具体的措施 就以前是说他的决心 那么现在说他具体的措施 具体措施就是说 他可以只要 欧洲中央银行 就是属下的 只要哪一个国家 他有request 他首先要要求帮助 否则的话 他不会主动帮助 但是你要要求去帮助他 被动的答应要求 如果你既然要求去帮助他 当然你要答应他一些条件 所以他是有条件的 所以但是主要你要求他帮助 然后你答应他 对你财政支出上面一些条件 他就说他就可以无限量的购买 一年到三年的国家债券 就说 其实这个对西班牙 对意大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这么重要 就是说 其实你如果看的话 西班牙的银行 Banker有个西班牙非常大的银行 西班牙银行很多银行 都处在破产的状态 其实所以银行需要国家去资助 那么国家需要谁资助呢 如果国家没有人资助 那么银行就得不到国家资助 所以欧洲西班牙需要 欧洲中央银行的资助 然后西班牙国家才可以对 西班牙银行来采取一些资助的状态 没有最终欧洲中央银行的话 就不可能资助到西班牙的银行 那么很可能就对欧洲财务界 带来一个动荡的状态 所以当Mario Draghi这样宣布 他说他肯定可以无限量的 至少短期借债给国家政府的情况下 那么整个的局势就可以说 得到了一些稳定 所以这个Magic Word就是无限量 好 那我们回到美国 在今天ISM就是非制造业的 而是服务业的数字 8月份的数字也表现得非常的好 对 我个人觉得很多市场分析家 觉得分析员觉得 今天市场之所以涨2% 完全是处于欧洲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欧洲也许涨 2%里面也许0.6%是欧洲 我觉得1.4% 是因为美国经济情报的乐观的状态 就是说今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出现 第一个数字就是周乐刚才说的 那个ISM Non-Manufacturing 就是说ISM是Institute Supply Management 就是专门预测美国各方面经济情况的一个组织 它在服务业方面的一个指数 就是说达到了53.6好像对不对 对 53.7 53.7 对 就是说一般这个数字在50以上就表示美国的经济在增长 在50以下就表示美国的经济在减缩 就是说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数据 就是说而且是超过很多人的预测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数据 对的 可是上个礼拜在报告就是在Manufacturing 在制造业的ISM并不是那么的 对 制造业确实还是比较差一点 可是服务业表现的是让大家比较注重的 而且比较好一点就是说 对 另外一个美国的消息呢 也是在今天在报告的第一次领失业金的人数 也是下降了一万两千人 而是达到了36万五千人 对 36万五千 上个星期都是37万多一点就是说 所以这个降低了一万两千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第三个数据 就是说今天所预报的就是说 另外一个经济数据叫ADP ADP Employment Number ADP当然大家知道是美国一个很大的 Payroll Processing的公司 就是说如果你在Intel什么大公司做 大公司做事很可能你的支票就是ADP发给你的 当然是Intel的钱是公司的钱 通过ADP来给你的支票 所以这个公司对就业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它在每个月的月初也有这样一个预报 就是说以前那个月究竟创造了多少工作 那么ADP ReportADP的这个报告出来 它说美国在8月份创造了20万以上的工作 好多呀 对这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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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观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非常乐观的一个数据 一般在分析家 一般经济学家预测 ADP Report跟那个明天要的Non-farm Payroll 基本上都是14万14万4千14万5千左右 这样新的工作出现在在8月份的情 8月份就是说 所以ADP远远超过了就是说 经济学家所预测的 我觉得这个ADP的这个数据 是今天股票增长的最大最大的原因 那么同时这个ADP既然ADP这么好 当然明天本来就是说经济学家预测 明天的那个Non-farm Payroll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美国8月份应该创造出14万5千左右的工作 那么当然因为ADP这么好 当然这个希望就增加了 就是如果明天只是14万5千 股票很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增长 如果明天还是20万的话 那么股票还是可能会继续增长 提醒大家Remind大家一下 在上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在报告7月份的 Non-farm Payroll的数字的时候 就是好得不得了 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是16万3千人 但是对于明天要出来的预期值 是只有14万多人 所以看一下明天的这个数字 在加州的时间5点半公布 所以明天在开盘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番风景了 因为其实股票都是预期 如果没有今天的ADP数字 明天的那个Non-farm Payroll 出来是16万的话 那么对股市是一个非常好的处境 但是今天有了ADP 那个大家投资者的期望就改变了 就是说所以明天还出现16万的话 我相信对股市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好 从另外有两个indicator 我们既然已经谈论了 今天股市上涨的四大原因 另外两个indicator怎么看呢 就是一般来说在一个ETF里面 就是公共事业股的这个ETF呢 如果市场波动性比较大 危险性比较大 所有的所谓的聪明的钱 就通通都park到这个指数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ETF呢 它在最近已经连续的两三个礼拜的下跌 这个是不是表示钱已经从这方面里面 流入到了股票的市场 另外一个就是国债的价格过高 因此国债的收益率呢 回收率也让人低的不吸引人 根本都不吸引人 是不是从这两个大的板块里面 注入了股市 那么股市在未来又有哪一些希望呢 股票其实今年增长的增长得非常好 当然是so far是非常好的一个年 但是如果你看今年的那个 那个Mutual Fund或者ETF的flow的话 其实其实其实青年没有去年那么严重 但是今年还是基本上每个月 每个月就是说所有股票的基金 Mutual Fund股票的Mutual Fund 所有股票的ETF都是outflow基本上 就是说钱其实不是在进入股票 钱是在从股票里出来 对而且钱从股票里出来是进入那个 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 Corporate公司的债券 尤其是公司的债券 然后high grade公司债券也有 high yield也是inflow就说 所以虽然今年股市很好 其实投资者还没有真正的回到股市上来 因为几年的可能几年的波动 几年的创伤还没有得到医治 所以真的如果你看那个 那个整个的那个inflow跟outflow的话 基本上投资者还是从 还是把在在卖股票在买债券就说 其实是基本上是这个趋势 还是在这个趋势 那这个趋势看看什么时候会逆转 就是整个对于经济的隐忧慢慢消失了以后 可能就会大量的钱从债券里面就流回股市了吗 对这是有一天肯定是 这个市场是是一个非常周期性的市场 就是说如果其实很多周期是一个非常很非常长的一个周期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美国的市场的历史的话 那么美国20世纪初的时候 1910年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股票非常非常热 就是说1910 1918那时候 股票很好很好 一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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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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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战开始的时候股票当然就开始跌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在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在 20年代初又是一段好的时候 然后到了29年当然股票又跌 大哨哨 跌到那个40年代一直是一个低谷 就是说这个20年的时间一直是低谷 直到50年代开出 60年代股票又重新好起来 那好了以后 那时候股票好 那时候债券也很好 其实那时候 然后70年代我们知道股票又是不好的时候 就是说所以然后80年代90年代又是一个好的时候 那么2000年以后到现在又是一个比较 就是一个低谷的时候 其实这个股票周期是有时候有个很长的周期 我们我们坐在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宏观的看一下历史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Evan Flow 就是说这个变化 这个周期性是存在的 就是说有时候大家对股票很热情 有时候大家对股票很消停 很冷落就是说 冷落是因为受伤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其实市场就是这样 有时候热有时候冷 其实我觉得投资是一个要有耐心的 很难预测什么时候这个东西会热起来 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是冷下去 其实在冷的时候 股票其实这个十年十二年来 是一个冷的时候 其实在冷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很多机会的 好我们现在就把握这个机会 OK东豪博士 去年2011年在上半年股市的高点是在5月2号 今年2012年在上半年的高点也是在5月2号 这两个数字 我今天已经超过了5月份的高点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是高点了 我是说在上半年的时候 在2011和2012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高点都发生在5月2号 但是今年呢在5月份的大跌 也是让大家也是受伤蛮重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 已经恢复了四年以来的高点 目前的股市 目前的机会在哪里 我们现在是要寻找成长型的公司 或者是寻找这个价值型的公司 所谓价值型就是它的股票的 现在的价格根本赶不上它的价值 它的价值还在那里呢 对其实其实市场是真的是很有很多机会的 其实你需要你即使是即使在就即使在这样不好的市场情况 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 就是说因为有这么多的公司 有有这么多不同的行业 不同不同的方向 就是说新的经济也在出现 旧的经济也在继续 就是说人的生活在继续 就就生活在继续就有经济在继续 既然有经济在继续就有公司在继续 就是说所以这个其实市场中 每时每刻都都在给你创造机会 那么一般来说 如果你去如果你投资Metro Fund的话 你可以看到Metro Fund一般有有有有gross investor 就是增长增值性的投资 然后有value investor 就是价值性的投资 其实从增值跟价值 其实也是两大类的机会吧 两大类的机会 两大类的机会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在道琼斯 还有标普500都创了新高 NASDA很难达到2000年的新高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是要选择成长型的公司 比如说是像Apple 或者是Google之类的 或者是要来看一下药物股 或者是现在在美国的气温也非常的高 有很多农产品的价格都已经也飙高了很多 因为生产的很低 在这种情况之下 到底真正的价值何在 待会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回来 请教冬豪博士 东豪博士他们的网址是 www.askdz.com 电话号码是408-689-2509 689-2509 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就回来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风险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查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这是龙舟竞赛全体骑心 充满活力的鼓声 这是凯瑟 Permanente 和您一起充满活力的心跳声 凯瑟 Permanente 了解龙的传人拥有无穷活力 未来拥有无限力量 我们很荣幸能与您一同欢庆和创造 更健康美好的华裔社区 身为主要赞助单位 我们积极支持龙舟竞赛文化 团队与身心并健的精神 如同我们提供完善的医疗服务与资源 以促进全方位的身心保健 欢迎您于9月15 16日 历临2012 San Francisco 国际龙舟竞赛嘉年华会 Tizer Permanente活力健康展示棚 提供免费皮肤保养组合 及脂肪测试 真正的龙舟试华 更有各种游戏和奖品 让小朋友们乐翻天 数不尽的欢乐 等您一起活力四射 详情请至sfdragonbowl.com 目前房地产市场正在上涨 一屋难求 是卖房子的好时机 拥有25年经验的房地产 经纪人李文·朱莉安娜利 将在9月15号周六 特别为湾区卖主准备 两场中英文免费卖物讲座 分享重要的卖物技巧 同时邀请湾区著名会计师 Grace Chan 传授省税要诀 让您高价卖屋又省税 作为有限报名重述 请致电650-857-1000 857-1000 破浪理论 五浪法一代宗师 Benny Troy 蔡明芝 要开课啦 课程定于10月6号礼拜六 详情请参阅 www.svcmedia.net 最新看版 或致电查询电话 650-968-2000 分机103 在9月6号之前报名 享有100元优惠折扣 位于南湾的安治中医院 为了帮助湾区居民提高自身免疫功能 推广健身的运动 达到第三医学理念 就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管理 将继续 免费开办由上海郭林新气功协会副会长 陈菊芳医师传授的郭林新气功课程 此功法对于放射或者是化学治疗术后 癌症病人的康复 以及治疗花粉症 呼吸系统等多种慢性病均有特效 预知免费课程般详情 请电安治中医院408-213-2928 408-213-2928 颈椎病腰椎病或减肥受负免费讲座 如果您有颈腰椎病 头颈肩背 腰腿痛 手脚痛 久治不遇 学生运动受伤 或您想减肥受负 请致电中医博士王毅医师 在美新超市旁二楼 408-252-8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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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再度介绍我们的嘉宾 他是东豪理财的负责人 张东豪博士 东豪你好 周乐你好 OK 现在道琼斯是13291点 标普500 1432点 NASDAQ 3135点 我们在此时此刻 应该如何来判断 什么叫做价值 然后价值分为哪几种 现在我们要在哪一个方向 来寻求做股票获利的价值 其实我觉得 你投资股票 首先要知道 你投资的这个公司 它价值是什么 就是价格 我们大家都知道 每个股票都有一个价格 就是说它的价格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价格就是股票的价格 股票的价格 对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那么价值是什么 这就是比较复杂的 复杂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所以投资股票根本就是 你决定价值跟价格 如果价值跟价格差异很大 那么当然是一个买进的地方 如果价值跟价格 如果价值比价格要低很多 那么就是 就不应该买进 是卖出的 如果价值 价值很高 价格很低 那么就应该是买进的 所以这是要决定 那不一定是这样 所以价值跟价格 就是说投资 就是决定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投资当然因素太多 这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 所以投资界往往就分成几个类别 就是说有些人专门投资 grossing 有些人专门specialize 就是说grossing investing 就是说投资成长性的机会 有些人就专业在投资价值性的机会 就是说两种是不同的机会 那么所谓成长性的机会 就是说你看苹果是一个 Apple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长性的公司 它以前没有iPhone这个产品 现在有iPhone这个产品 以前没有iPad这个产品 现在有iPad这个产品 那么它新的产品出来 而且这个产品在市场取得了很好的 很好的业绩 就是说继续增长 那么公司业绩就增长 那么这个就是说是经典的一个增长性的公司 那么增长性的公司 一般会处在一些尖端的行业 增长性的行业 就是说因为它市场本身是在增长 那么这个公司的前景当然也是增长 或者是或者是药物业 如果是制药公司 它以前没有制这个药的 现在是它新发明了这个药 那么它就创造了价值 就是说 所以你如果 就通过创造价值 来使它的股市 来使它公司的价值不断增加 在公司价值增长的前提下 它股市的价格也会不断增加 这是就是说一大类别的机会 就是说这种公司 我们你处在Silicon Valley 其实很多人经常问我 就是说你投资怎么去寻找机会 就是说寻找什么样的机会 然后或者个人自己投资 应该怎么去寻找机会 其实你生活在Silicon Valley 你身边就是很多机会 就是说但是你知道很多机会 你知道很多公司以后 你首先就要知道分析一个公司 究竟它是一个怎么价值 价值是什么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增长性就是说 增长性的公司 就是说未来的价值会不断的增长 这是一种投资的方法 那么另外一种投资方法 投资一个价值性的投资 价值性的投资 当然也是投资价格很低 价值比较高的公司 那么这种是就 这种所谓价值比较高 就是它本身已经有这么高的价值 只是这个价值没有被 投资者所分析到 或者REC注意到 对这个字很好 就是没有被投资者注意到 也许这个公司比较小 不引人注目 也许这个公司处在一个sector 正好是out of favor 就是说大家看不见的 也许这个公司 正好是处在一个 周期性的低谷 就是说大家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其实在市场中 也是经常发生的 就是说 而且甚至我觉得 这种这种机会 比那个寻找 对我来 我是 我并不并不说 我一定要投资 投资增长性的 一定要投资价值性的 我觉得只要是机会 都是可以投资的 但是我往往我个人的投资 会偏重于价值一边 就是说我觉得这种机会 我觉得确定性比较高 就是说 因为你苹果这样的公司 它的产品一定要成功 它才可以公司成功 如果你创造一个新的药 这个药一定要成功 它才可以不断地创造价值 那么很多的公司 因为周期性的变化 它已经是成功的公司 只是现在正好是out of favor 现在正好这个全球的大浪 不是跟着它一起走 它暂时没有被大家recognize 没有被大家注目到 其实这种公司 你知道世界是一个周期的 经常会有些东西一下out of favor 时髦的东西下来了 时髦东西去掉了 这个周期性 我个人觉得投资的把握比较大 就是说成功的可能性也比较高 比如说 好 那我们就来专注来讲一讲 价值型的机会好吗 可以可以 价值型机会其实很多很多 有一大类型的价值型 其实工业股 很多工业股 很多科技股 很多小公司 都是有很好的价值 就是说 但是我专门讲一下 其实有价值性投资 有一个大的类别 叫周期性的投资 就是说专门投资有周期 Cyclical Investing Cyclical不一定是经济的周期 经济周期当然对很多公司 也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很多各种不同的小的工业 都有它不同的周期 举例说 比如说船运工业有它的周期 船运工业 你运石油的 运那个煤矿铁矿的 然后运那个天然气的 液体天然气的 这些都是不同的船在运 不能混淆的 它每个东西都有它自己 不同的周期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在美国有个 我们叫它protein cycle 就是说肉的周期 肉的周期 什么叫肉的周期 今年其实美国旱灾 就是说 美国旱灾 结果那个玉米价钱增长很高 玉米价钱增长很高 玉米价钱增长很高 玉米是饲料 对不对 你养牛 你养鸡 你养猪 你要用玉米来喂养你的猪 你的牛 你的鸡 是饲料 如果玉米价钱增长很高的话 那你饲料的价钱就增长了很高 你饲料价钱增长很高 那么那么一般人觉得既然饲料价钱增长的话 那么肉的价钱也会随之而增长 其实 道理应该是这样 其实其实短期不是这样 其实当饲料价钱增长的时候 那个农场主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这条牛我不喂了 我先把它宰了 宰了以后先卖牛 就是说 减少成本 对对对 减少成本 就是说 其实这个是非常有趣一个reaction 就是从短期来说 如果饲料价钱增长的话 肉的价钱会降低 因为肉的supply会增长 因为长期当然肉的价钱会上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是农场主的话 肉的价钱又在降低 饲料价钱又在增长 那么你被两面都会squeeze 对不对 对呀 变成它的获利就很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利益就很好 如果你去找一下 这方面的股票 Tyson Chicken Smithfield Food Conagra 等等等等 Pilgrim Chicken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公司 你看它股票一般都在 现在都蛮depressed的 都是高点的 可能一半以下 一半不到吧 可能这种就是 这种一个 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机会 就是说 当然不一定 现在是买的机会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 会成为一个买的机会 这就是你要注意的事情 这就是你要观察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周期性 其实周期 我其实讲的是一个 很小的东西 我们刚才讲的是protein cycle 其实有很多 有上百个不同的这样的小小的周期 如果你是投资 对投资很熟悉的话 有很多经验的话 你会去注意每一个这样的周期 那么你就知道 在市场上机会有多么多 另外一个机会 我可以想象到的 比如说就是能源方面的 如果说天然的能源 当然就是说是像黄金 白银或者是像原油 如果是另类的能源 那么就是天然气 或者是even做battery的东西 或者是玉米炼出来的ethanol 来做一些什么这种东西 或者是电动汽车里面要用到的battery 里面要用的金属产品 他们现在都是可循的机会吗 对 当然是了 其实有些机会是 有些机会我们刚才说 gross investing and value investing 有些机会是两者得奸的 就是说都是两者在一起的 就是说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大家 现在hybrid car比较时髦 hybrid car增长率比较快 然后electric car也是 很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趋势 那么现在electric car 它卖价还是不太好 因为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hybrid car确实非常时髦 但我们知道hybrid car 也要用battery 有一个battery在里面 如果electric car的话 当然是electric car 完全是battery 对不对 所以battery的话 我们用的是 其实用的是ion lithium battery 用锂是一个金属 这个字不是鲤鱼的锂 发音一样 是lithian 它就是按照这个字的直译过来 左边一个金 右边一个锂 就是村里 英文其实是lithian 就说lithian 一般其实现在矿物不太时髦 因为中国经济在 中国经济速度降慢以后 所有的矿物价格 都在降低 所以矿的不管是铁矿 还是煤矿都在降低 所以包括lithian的矿物质 也在降低 但其实lithian跟中国经济 关系也有不是特别大 lithian主要是用在battery里面的 我们日常用的battery用的是lithian 但是lithian很少很少 每一个battery里面 只有0.0几克的battery 但是一个汽车的lithian battery 要用两到三磅的battery 如果你想一想 如果hybrid car继续发展的话 那么对lithian的增长率 也是一个 它其实有一个自然的增长率在里面 有lithian的公司上市吗 当然有 当然有lithian的公司 你自己去找一下就知道 我就点名就不点了 当然当然名不需要点了 所谓师傅领进门 修行要看个人 那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投资的opportunity 就是机会在什么地方 其实很多很多机会 对这样听起来的确是很多的机会 如果大家想要跟冬豪博士来请教 把自己的钱交给冬豪博士来掌管的话 您是可以放心的 那冬豪他的电话 联络的电话号码是408-689-2509 可以打个电话来预约一个appointment 408-689-2509 但是首先可以上这个网站来看一下 就是www.askdz.com OK今天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我们非常感谢冬豪理财的负责人 张冬豪博士 谢谢您 祝您晚安 谢谢大家晚安 好的听众朋友 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休息一下 近段工商资讯 将由我继续访问top1investment的负责人 Kendra Guo 希望您会喜欢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 可以在我们的网址和YouTube上面 重复的收听 网址是svcmedia.net 马上回来 目前房地产市场正在上涨 一屋难求 是卖房子的好时机 拥有25年经验的房地产 经纪人李文 朱利安娜利 将在9月15号周六 特别为湾区卖主准备两场中英文免费卖物讲座 分享重要的卖物技巧 同时邀请湾区著名会计师 Grace Chen 传授省税要诀 让您高价卖屋又省税 座位有限 报名从速 请致电650-857-1000 857-1000 欸Michael 看你每次refinance都轻轻松松的就做完了 而且利率都拿得很好耶 有什么诀窍啊 找Nancy Lee啊 她不但经验丰富 对各家银行的利率变化 审核标准都辽若执掌 而且服务抽一流 总是能及时亲自回复每一位客户的查询 对各个环节跟步骤都讲解得清清楚楚 我的好几个朋友啊 同事都找她做贷款 而且全都非常满意 那Nancy的电话是 408-209-0188 408-209-0188 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给Nancy 不管资金来自本地或海外引进 找GREI Club投资房地产 不但能够买得准买得对 而且替您计划周详 成交手续全程跟进 一切贷款税务 法律事项为您事实提点 本周六9月8号请来会计师江倩 讲解海外资金进出的税务条例 及美国纳税人的海外资产申报 详情及定做请电 408-823-9780 或上网至 www.greiclub.com 登记报名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现在到了贷款时间 我们访问的嘉宾是 Top1 Investment的负责人 Kendra Gow Kendra你好 各位听众你们好 哇今天的股市 我们刚才在上半场 听到这个股市的评论的时候 已经知道了 现在标普500达到了2007年到至今的最高的水平了 然后今天还有几项经济的数据 跟贷款利息有关的 我们请Kendra来告诉我们吧 OK好没问题 其实今天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股票有个大幅度上扬 当然这中间也包括了很多方面的这个因素结合在一起 包括了None Fund Paywall的这个比意义之中来得更好 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这种这个情绪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欧洲的这个这个局势呢 尤其对于这个短期公债的这种这种 从其实从昨天开始 就这种现实说欧洲央行已经表 已经有这个意愿呢 表达了就是说他会无限量的买进这个短期的这个公债 这当然这中间德国政府呢 是唯一的反对的这个国家 这代表绝大多数国家都都德国的这个财长是反对 OK但是德国总理呢 是说他两边都会尊重 还比较模拟两可 没有做出一个非常最后的这个这个这个决策 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呢 就是说德国如果是唯一的话呢 相对来讲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 就变成少数了 对对对 一样我们要知道以前欧洲来讲的一线国家 就包括了德国啊丹麦啊奥地利啊 荷兰啊这些呢 他们有时候会比比德国来反对的更激烈 对于一些这个新的这个财政政策 但是现在看来就是说德国是唯一的话呢 相对来讲他的受到这个压力会大得多 所以大家市场上普遍来讲 预期呢这个德国的反对这个阻力 最终还是会解除的 而且德国的总理呢 在这方面来讲表达了这个两个意愿 第一呢就是说 他也支持他的这个财长 财务部长也支持这个 就是说欧洲央行的行长 他两个都支持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呢 还不清楚 但是最早我们可以看得到 模拟两可 对对对对 那我们所以看到在这方面来讲呢 这个欧洲这个这个歧视 尤其这个再见这个歧视呢 尤其西班牙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歧视来讲 可能有缓和这种现象 那我们以前呢 也很多是在很早以前 我们也讲过 欧洲这个其实迟早会解决的 因为我们必须还是要相信的 市场上是理智的 这一些非理性的这个行为呢 将来迟早会变理性化 但这是有洛伯写讲的 这个理论也讲过嘛 就是说 非理性的这个行为永远是短暂的 理性的行为是长期的 所以是持久的 是持久的 所以短期之中我们会出现一个不理智的这个行为 只是市场上早一段时间那种恐慌 那是个非常不理智的这个行为 接下来这个市场上 有恢复理智的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欧洲这个再见呢 欧洲本身这个市场是大到一个的 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智慧 包括欧洲政府 包括德国政府 包括法国政府呢 最终要积极的去干预 这个市场才会 这个信息的问题 我们以前讲过 不单只是欧洲需要努力去干预 最终呢 可能还要带到其他的国家也积极去参与呢 因为呢 如果一个崩溃的这个欧洲市场 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怎么讲 都是一个disaster OK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是一个灾难 灾难性的东西 为什么灾难 就是代表欧洲市场的这个极端的这个尾数之余呢 我们还要 我们还要害怕 害怕一个是什么 欧洲的公司呢 在那个时候来讲 会不顾一切的出口 因为欧洲市场崩溃了 市场减少的时候 欧洲这个公司来讲呢 那他就要只要努力的出口 他们欧洲的产品 因为欧元要贬值 然后再加上欧洲的这个生产成本 大幅度下跌 那导致这个企业呢 因为海外的市场变得 就是更有利益可图嘛 对于欧洲市场的这个公司来讲呢 那他会更加的这个 不顾一切的出口的话呢 对其他国家这个产品来讲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冲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为了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希望大家有一个更强大的 更大的这个 更好的这个欧洲市场 那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 就像亚洲的国家呢 还可以出口 这产品到欧洲 有个更大这个市场 可以容纳 可以销售他们产品之一呢 同一时间呢 也可以减少欧洲的公司 出口到其他国家的 这种的冲击这种压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欧洲这个市场的这个完体性 完整性 它这个一个市场的这个健康性 是符合大家共同这个利益 所以我是觉得在那个时候 一旦有这个灾难性的 这个发生的时候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 这个其他的国家呢 也会努力的去 这个信心 我觉得这个信心 就是一个一个中央央行的行长 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央行 是否愿意呢 看他们的破利 对对对 在这方面来讲 我是保持一个 一向以来是保持乐观的这个态度 一旦欧洲这个局势 有缓和现象的话呢 美国的公债这个利息呢 必然会上升 因为对于投资者来讲 如果欧洲即使缓和了 欧洲央行拿出更大的魄力了 或者是更多世界各地的这个央行 愿意去帮助欧洲 渡过这一次的难关的话呢 欧洲市场呢 代表了它的安全性 跟稳定性呢 会得到更好的保障了 这个时候呢 很多投资者呢 愿意在这个情况下 回流到欧洲市场上 毕竟那边的这个 就是说美元的这个债件 这个利息是太低了嘛 对虽然要避险 那避险的 那个回报率是在过低的话 对很多这个资金来讲 它还是有这个需要 寻找一个更高一点 这个回报除了避险之外 所以我个人相信是说 一旦欧洲市场稳定了 这个之后呢 资金呢 必然会从美国的这个市场 很低回报 非常非常低 哪怕是 在建这个 10天公在这个利盜业市场 冲到最高的时候 1.8级的这个时候 我认为 按照这个过去这个标准来讲 还是也是过低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利息 这个资金会外流到 这个欧洲这个市场上 当然我们要看到 虽然有资金外流 但我们也看到 联储联储级的这个QE3 也有这个需要 哎呀对了 现在Kandra你提到了QE3 明天就是要报告 在8月份的 南方Pyro的增加的数字 同时也要知道 美国全国性的 unemployment rate 那今天的ADP 就是私人专门 发Pyro的公司呢 他们这个报告出来 是说南方的Pyro 增加了17万3000人 这个远远超过 在上个月国家劳工部 所报告的16万3000人 是 那这个是一个 今天的股票大涨了 已经基本上充分反映出 这个经济这个 持续发展的这种现象 好的这个现象 在我在这个节目以前 我也不然讲了很多次 美国这个经济 这个其实并不是大家 数据上所看到这么恶劣 其实呢 就是说房地产这个行情 已经有在这个改善了 必然会带来 更多的这个就业 但是房地产这个行业来讲 它这个 很多的这个就业 是以现金为主的 就装修工啊 或者各方面的种 水电工啊 这些很多 蓝领阶级 蓝领阶层 有时候不一定是完全 可以看到paywall上的增加 但是呢 我认为迟早 都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经济是有改善的 这种现象 你这是怎么样去反映 就是说一旦蓝领呢 虽然它没有在paywall上面 但是呢 他们赚了这个钱 它还是去消费的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消费 这个这个这个动力呢 在呢 也会导致这个经济 会有继续持续的 这个改善 并且因为现在 新屋的申请的 这个permit的人数 也在增加 并且开工率也在增加 事实上做蓝领阶级的这一个 这种做建筑的工人 他们是等于一个人 当三个人在用的 也是这样子可以考虑 但是呢 我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 他虽然刚开始这个过程 有些过程是什么呢 有些人他因为呢 找不到工作 他可能需要转行 转行有什么更好的行业呢 很可能因为房地产 这个扶苏呢 导致他需要更多的这个人 所以很多人可能去考license 考contractor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这个工作 必然会带来一部分的 这个这个更多的这个就业 那这个就业 很多人买了新房子 这个之后呢 他要去消费 要做什么消费呢 他要去买家具呀 买电器呀 买什么 这个必然也带来 可以新的一轮的这种消费 这个消费带来 一些公司的这个生意呢 会自然会好转 而生意好转的话 你必然带来一些 更多的这个就业 不管从零售业也好 或者从制造业也好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这房地产线这个扶苏 一般来讲 他对经济这个帮助呢 他有个滞后的这种效果 房地产的复苏 在经济上面是滞后的效果 对对对 那这不是跟这个 unemployment一样吗 也是一个滞后 也是一个滞后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呢 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 现在房地产这个行情 是改善 从今年的四月份 四月份已经开始复苏 我们正式来看是四月份 今年年初还不是特别好 四月份开始复苏呢 到现在的九月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在improve之中 所以我认为是六个月 的一个周期 它还会继续改善中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 美国的经济在改善 的过程之中呢 当然联储期的这个看法 是否是这样的看法 我不知道 这是我的看法 OK 那联储期觉得 可能悲观的话呢 可能还是有这个QE3 在这个 以前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这个QE3 最好的这个机会呢 就是在今年 这个这个月份 因为呢 过了这个月份呢 十月份跟十月份 接近大型太近的话呢 对QE3 推出是非常不利的 今天这个 这个股票市场 这个大涨 也带来这个我们 这个Chashary Bond 的这个利息呢 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上升 但是我认为市场上 这个上升 基本上只是反映出 基本面 但是市场的普遍 还是认为 有QE3 就下个9月12号 跟9月13号的这个 浪贩 就是下个礼拜了 下个礼拜 9月12号13号的 这个 这个议息 对对对 所以呢 但是呢 这中间来讲 我一直很怀疑 市场上的这种 80%的认知 是正确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 这个联储期 应该不会 不会有QE3 但是市场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为什么 大家市场 到今天 哪怕今天 这个所有的指数 这么好的 这个情况下 其实这个好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今天实力工资 是保持1.67 这个level 比昨天1.60 少一高了一些 这个代表 是什么呢 代表市场 普遍还是相信 这个有QE3 的利息 多了0.07的 这个增长 这个幅度 其实是反映出 这个股票市场的 这个资金流动 那并没有影响 这个市场上 普遍认为 还是有QE3的影响 如果市场真的认为 没有QE3的话 这个利息呢 这Bundary 不只跳到1.67 按照今天来讲 可能到上了1.8 以上 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中间 这个差异呢 我个人的看法 是说市场上 还有80%的人 相信是有QE3 这个我一直觉得 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疑问 我比较 所以你现在还是 持着这个看法 就是说 这种经济 有什么必要 要出QE3呢 是不是 是是是 哇 可能这个真正的考验 就是在下个礼拜 9月12 13号的 FOMC的meeting 就要公布了 对对 FOMC的这个meeting 现在来讲 就是说 当然 就算有QE3 就是有可能 它的这个规模呢 也不是像QE2 QE1那种 这么大刀扩骨的 去做这种事情 那很可能是 一种辩识的QE3 或者我们可以 不叫它QE3 那可能是个 政策上的改变 包括了就是说 政府讲的是 卖掉短期公债 买进长期公债 这个计划 可能我们不再买进公债 他们直接买进这个 叫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这也是另外一个 也是叫做 这个是否大家讲的QE3呢 我认为 这种政策的可行性 是蛮大的 OK 因为它的这个 对这个市场这个冲击 要低一些 对市场这个印钱呢 这种的这个做法 要低很多 然后直接 其实我从房贷的这个利息 这个走势来讲呢 我隐约的感觉得到 这个联储机的这个方向 可能是沿着这个方向走 其实因为呢 十年公债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有个比较大幅度这个上升 房贷这个利息 基本上变化并不是非常大 就是比最低的时候呢 高了大概0.15 也就是在这个变动 上下浮动之间 所以我感觉上 就是说市场上 很多的这个Consensus 是认为呢 联储机QE3呢 很可能就是直接买进 这个房贷这个债件 导致房贷这个债件 这个利息 这波动的没有像联储 联邦政府的这个公债 来的波动这么大 OK 那我们接着呢 要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 我们要听听看 如果万一真的没有QE3 而是联储局 他用的方法是 直接买入 Mortgage Back Security 这种方式 对于房地产的市场 对于房贷的市场 甚至对于 Underwriting的Policy的松紧 有没有任何的帮助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Top1 Investment的 负责人天爪锅 要联络他的方式 Kendra008 at Yahoo.com 或者是致电408-218-9760 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 就是今天在ISM的非制造业 也就是服务业的报告呢 是自从7月份的52.6 增加到8月份的53.8 好像种种的好的数字 都聚集在今天公布出来 所以今天的股市是大涨了200多点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进段工商资讯 听众朋友 我们马上就回来 哇 惠敏博士算对了 带款利息又降咯 Confoming Long 30年固定3.5 15年固定2.875 头7年固定2.75 头5年固定2.5 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3.625 15年固定3.0 头5年固定2.75 Super Jungle Long 头5年固定3.0 头3年固定2.75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力效 请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ng.com查询 目前房地产市场正在上涨 一屋难求 是卖房子的好时机 拥有25年经验的房地产 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将在9月15号周六 特别为湾区卖主准备 两场中英文免费卖物讲座 分享重要的卖物技巧 同时邀请湾区著名会计师 Grace Chan 传授省税要决 让您高价卖屋又省税 座位有限报名从速 请致电650-857-1000 听说最近房屋贷款利息又降了 我也想重新贷款 Rober 重新贷款会不会很麻烦 不会的 我刚刚才做完refinance 每个月可以省很多 虽然现在银行比以前要的文件多了些 但我的贷款经纪City Liu 或是Andrew B 在一开始就想到了 不但替我拿到很好的利率 整个过程也非常顺利 连最后的签名都是在我家里做的 他们公司还帮我规划 如何投资地产 而且还有专职的CPA 替我解答税务上的问题 这完全是一条龙的服务 我用他们的服务已经快十年了 是绝对可以安心信赖的 那太好了 这样一条龙的服务就是我想要的 怎么样联络他们呢 你可以联络City Liu 或是Andrew B 他们的电话也非常好寄 408-306-6688 408-306-6688 他们公司还有网站 OK 我马上就联络他们 Juan 好久不见 嘿 你的肚子 对啊 我怀孕了 恭喜你 要当妈妈了 是啊 这几年我找了好几个中医新医 都没笑 直到去了赵荣源医生诊所才怀孕了 太好了 快把赵医生电话给我 我少说想怀孕两三年了 都没成功 好的 赵荣源医生诊所电话是 510-796-0188 510-796-018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Kandra你好 各位听众你们好 今年是总统大选年 在今天就是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 进行的第三天 他们的造势很厉害 第一天是Michelle Obama 昨天是过去的总统Clinton 今天是奥巴马亲自批假上阵 那个造势的声望是做得非常非常的 很像一场大秀的这个规模 但是这个联储局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出QE3 或者是延到明年 那么这个也是看他的政治智慧的判断 他现在出或者是跟明年再出意义大有不同 那么我们来看看2013年是总统大选之后的第一年 同时也是中国农历上面的蛇年 在历史上面有几次总统大选之后的那个蛇年呢 股市表现的不是太好 也有这个可能 现在股意涨了蛮多的 但是我们想要知道 像在今年啊 很多这个资值很就是可以被查收入的这一伙人呢 都已经做了说不定两次了今年 那在还没有做到的人呢 可能是他的因为underwriting的规格太延 他不能够做到 在underwriting policy方面 有没有迹象会放松 还有您对于明年的房贷的利息 您觉得是怎么样 OK我们应该是这样的考虑 就是其实我蛮多客人都在问这个 这个明年的走势是怎么样 当然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应发了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设是什么呢 就是说关于房贷方面的这种这种不同类型 很多人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也这利息还是蛮高的 因为一直以来呢 他们都没有这个机会重新 哪怕这个就是有非常好的long to value 哪怕有很好的这个信用 哪怕他们现在可能有在有工作 也是做不到 也是做不到 因为很多的这个小企业的这个owner 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信用 然后其实他们收入也不错 只是没报这么多的税 但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知道不查收入 基本上是没办法做 OK 所以现在这个趋势 所以大家都问我们 是否明年这个走势是什么 是否房贷这个行业 基本上没得做了是不是 因为大家做这么低 利息明年只看高不看低 我个人认为 这比今年这个低的机会率 并不是非常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是否意味着 就是说这个房贷不能做呢 其实我个人这个相信是这样子 这个发展这个走势 就是说利息呢 是逐步上升的 我个人比较相信 慢慢上升 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趋势 这个趋势主要是反映在 是说各方面的这个 今年这个低 这一波的这个低 主要是来自于欧洲的 这个债件这个冲击 OK 这个影响是最明显的 假设没有这个欧洲的话 美国这个利息呢 其实要比今天来的 应该要来的更高 就是因为欧洲这个冲击 欧洲这种现象来讲 我像我刚才所讲 它迟早会 会有解决这个方案 OK 因为毕竟欧洲是大到一个市场 不能倒 世界各地都要来救它 包括德国本身也一个 其他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一个 这是个信心的问题 OK 我们看美国以前 在2008年的时候 这个旧市的时候 金融业 这个大到扩回的这个旧市 基本上现在已经很多的银行 已经回复延期了 这个可以看得到 欧洲也必然会 有一波类似像这样的行为 美国就是因为欧洲 有美国的这个 这个泡沫戳穿了这个之后 它的股票 又可以创立一个新的高峰 接近新高峰 我们还没到最高峰 但是很接近 我个人认为 因为这中间来讲 牵涉到很多的 就是说一些 比如叫 将房贷的公司 将一些银行 这些保险拿走的话 美国公司 很多的公司 大部分已经接近 他们的高峰期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欧洲 这个也是一个泡沫 戳穿了它这个之后 它会回来 我们也相信这一点 我个人相信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利息的发展 这个趋势来讲 由于低利息政策 也不可能长期维持 讲到这个地方 我相信Kindra 你不会忘记 就是Ben Bernanke 他说 美国的短期的利息 维持到低点 至少要持续到 2014年的年底 对 他这个话 还从来都没有改过 但是我相信这个政策 它也会继续保持下去 这是我从来 没有这个疑问的 OK 但是我们要担心 过了2014年年底 2015年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假设 它这个话 越来越接近2014年的时候 越来越接近年底的这个时候 市场上的利息 可能就会上涨了 因为越来越接近这个期限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假设这个经济已经改善了 或者是欧洲这个经济 也改善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认为 真正的涨这个利息 是2014年的上半年 开始 2014年的上半年 年中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 加利息的这种压力 开始反映在未来这个价格上 所以在那时候利息 不会等到2014年年底 过了这个之后 利息才开始涨 不会这样 市场是反映的 一般来提早六个页 以上会反映出未来 这个利息上升的幅度 所以我比较相信 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我们会面临了一波的 加息的压力 2014年且转一下眼睛 很快就过了 很快就到了 那果真如此的话 我们现在在做refinance的人 要采取什么样的program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个人比较建议 是这样的做法 其实现在来讲 过去这段时间 这个30年固定 跟15年固定 这个息差 是创了历史上一代 最大的这个记录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 其实从30年转成 15年固定 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回报 我们当做贷款 其实也是这样子 我们也是当做一个投资 投资讲究回报 因为我们的时候 我们当有钱 中国人我们一般来讲都会 富往黄贷之后 一般来讲都会存一些钱 OK 做投资的用途 那我们这样考虑好了 我们这里有一个 一个大概这个数字 一个30万的贷款来讲 就是说 如果是30年固定的话 跟15年固定的话 他们会payment 相差大概是700块钱左右 OK 每个月700 1年是8千多块 8400左右 OK 那30万贷款呢 利息呢 现在跟30年固定 跟15年固定 息差是相差0.65 OK 0.65这个意味着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年呢 大概是2000 2000块钱左右的息差 如果大概这个数字 因为0.65 乘以这个30万嘛 利息大概1900 大概加进2000块钱左右 那意味着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每一年 我们别当做这个payment payment当然是一个压力嘛 但是我们大家都 每个月都存700块钱的 这个习惯 大多数人都会有 做这个700块 要么放在银行里面 要么就是说 放到这个投资的 这个工具里面 可以升值嘛 这一年8400的回报呢 就是将近2000块钱的回报 省下的一个嘛 要么赚钱 要么省钱嘛 对不对 这2000 这个2000块 除以这个8000块钱的 这个投资回报呢 就等于将近25%的回报 23% 24%左右的回报 这个 对不对 那这个回报来讲 这是guarantee的回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利息是固定的 所以你省下这个利息 也是固定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呢 就是说 我们30年固定 转成15年固定呢 对这每一个业 多出来这个payment来讲 我们当做是投资好的 你将这700块钱 这个你需要去买股票 做其他这个方面投资 你就投资在你弄上面 你学习赚钱 你倒不省钱 这种方式 你的意思是说 偿还北金的部分吗 偿还本金的这一部分 因为它本金 除了还本金之外呢 它这个利息也省下来了 利息从这个 有0.65的这个息差 我们当做一个 投资的工具好了 OK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15年固定 30年固定 转成15年固定呢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在意呢 就是说 因为这是第一 这两个之中间 这个payment的这个差异呢 是创立 现在是历史上 最高的这个记录 因为我们看短期 公债这个利息 跟那个长期 公债这个利息 现在也是历史上 以来按比例来讲 比例来讲 是最相差是最远的 所以这个意味着 是15年固定 跟30年固定 这个息差也是最高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motivation呢 对大多数人 可以从一个30年 转成一个15年固定 假设你现在贷款 已经做了 3.5的利息 或者3.625 或者3.375 不要紧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考虑呢 再转成 现在可能也是 最后一次机会 会不会再低 我们也不知道 只可能啊 我们还有这个机会 再做一次 怎么这一次呢 是说将你现在的 30年固定 转成一个15年固定 就像我刚才所讲 这个payment中间 这个差异 当做一个投资 你投资在你的loan上面 把term改短了 改短 你利息省下来 本金还多了 对对对对 当然假设你今天很吃力 没办法去做的话呢 就不用考虑这个宪责 但是呢 假设在能够 能力的负担的这个范围 我们当做一个投资好了 你能每一个月 放几百块钱 投资在你的loan上面 所省下这个钱 我会每一年几千块钱 这个钱 你省8000 像我刚才所讲 8000多 你省下2000块钱 这个利息支出 给银行 那这个8000块钱 这个投资回报 就是2000块钱 这个利息的息差 就等于将近25%的回报 15年固定的利息 它是available在小额 还有jumbo 41万7以下 那我们这边 几个实际的这个例子好了 现在30年固定 比如说假设利息 像3.375的话呢 那一般来讲 在3.375 30年固定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到 2.75的这个利息 假设现在利息 因为利息可能涨 可能跌嘛 假设利息是3.5的话呢 那我们利息呢 15年固定也会涨到 大概2.875左右 这中间一般来讲 都有一个大概 0.65的这个息差 按照今天来讲 我们认为 比较合理的这个预测呢 就是3.375 30年固定 然后呢 15年固定呢 是2.75的这个利息 2.75 对对对 这是接近的利涨最低嘛 这是一个 我觉得哈 如果假设大家觉得 这个payment上 有些吃力的话呢 我们还有个7年固定 假设你现在是一个 5年固定 以前在过去这段时间 蛮多人做了5年固定 2.65啊 2.75啊 2.55啊 或者有硬帆啊 那些蛮多的人 这方面这个 这个5年固定 我觉得这个 这个时候呢 也是可以考虑呢 15年固定压力太大 我们转成一个7年固定 7年固定 它的好处是在于呢 我们比如说 有些人已经做了5年固定 他可能已经用了1年了 比如说7年做了5年固定 2.65 今年来讲 可只剩下大概4年的时间 如果我们在今天讲 假设你符合 我等一下讲的这个要求的话 就说第一 你有那个long to value 60%以内 然后呢 贷款金额是40万 到41万7 这个之间的话呢 我们最低的利息 可以做2.49了 这个利息 OK 这是7年固定 no put no cost 那它的好处是在于是什么呢 它不单只是帮你省下这个利息 可能没有省利息 跟利息像一样 哪怕一样啊 也值得的 你为什么 你只剩下4年的时间 它这个7年呢 又给你多3年的这个时间 而我们不能去 你这样来讲 你不需要去赌了 过了几年之后 利息似乎涨根 4年之后这个利息高更低 那坦白讲 大家低 大家也不知道 也可能更低 但是呢 我认为呢 更高的机会 你呢 要奄奄超过更低的 这个可能性 按照未来这个走势来看 就是说你利息 也不可能永远放到银行 从这个过程之中 我认为 15年过年压力很大的话呢 假设你现在有个 30年固定也好 或者现在本身有个 5年固定 40万7以下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考虑呢 转成一个 就是说 像刚才所给大家的这个建议 假设贷款金额 没有40万 35万以上的话呢 我们也有机会 可以做的是3.6 2.6的利息 也是个7年固定 no poor no cost 而且呢 也不下硬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在今天市场上来讲 是个最好的选择 那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说 有些客人是一个jumbo loan jumbo loan最高的这个 我们可以做到80%的 loan to value jumbo可以做到80% 对对对对 那最低的这个利息 5年固定是 2.65到2.75 看看我们的贷款金额 假设loan to value 非常好的话呢 那最低的利息 可以做到2.65 jumbo loan up to 250万 那如果假设呢 这个贷款 就是说 80%loan to value的话呢 那很可能利息会 稍微高一些 到2.75左右 这是指5年固定 但是我也建议 大家可以考虑7年 7年那个jumbo loan 最低的这个利息能够做到 就是2.85的利息 那2.85需要的loan to value 低过75%以内 那如果超买 自备款要多一点 对对对对 就是或者有这个equity 我们讲的这个 重新贷款的话 假设买房子的这个 那就代表这个意味 这个down payment 可能要稍微多一些 那conforming high balance conforming 我们是从一般来讲 41万7以上到这个72万9 那现在来讲呢 我们普遍来讲 也是做一个7年固定为主的 那这个利息呢 是就是在2.875的这个利息 OK 7年固定 我们讲的都是no point no cost 也没有impact 也没有prepared penalty 好 我们以上所介绍的program 通通是物主自助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了两种program 是Kandra认为是比较make sense的 一种是如果您是30年固定 或者是其他的program 可以考虑到用储蓄 这个利息的一个方法呢 可以转换成15年固定的 因为现在在历史上呢 这个15年固定的利率 是最低最低的时候 如果15年固定的利息 嫌自己的payment能力不是太够 或者是payment太高的话 就可以考虑到头7年固定的 对于这两种program的详细情形 看看您是不是qualify 是不是适合做这种的program呢 请致电408-218-9760 或者是写email到kandra008atyahoo.com 或者是送一个text message也可以 用电话号码来送一个text 408-218-9760 非常感谢Kandra 谢谢您 谢谢各位 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感谢您今晚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我们明晚七点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品尝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